大家好,今天是3月27日,星期一 跟大家聊天,这一分钟是11点早上 原因就是我现在在福州 因为中金在线今天要颁个奖给我 所以昨晚已经流夜飞了上来 颁这个奖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届 不过他在旧铺一直都比较忙 所以就没时间来 来到现在这一刻就可以抽少时间上来 开心一下 市况今天比较反复 虽然我在福邮这边,但是有WhatsApp 看到大市今天在日中指数直到这一刻 曾经穿了10天平均移动线 大市在整固当中略为反复而大有不明 不过3月份的市场剩下交易不多 计算今天只有5天 由于星期三是期指转仓 星期四是期指结算 星期五亦是场外衍生工具结算 从过去这两三个星期看 好仓大会应该是首执主导权 是不会放手的 加上3月31日亦是17年第一季度的季节 我自己看,多小会有些粉饰的活动 不过我现在想的是 3月份会不会有更高的指数 其实已经不太重要 因为由21,488点 去年12月28日开始上升 大约10至12个星期的高位 果然高位在今月21日到24,656点 即是升了3,168点之余 大市亦下跌了11个星期 那是否代表10至11个星期 12个星期的市场马上升完呢? 要看成交金额 老实说 以现在的成交金额 800亿、900亿不算特别少 但绝对不是一个要充高的动力 可以满足得到 因为现在不是21,000、22,000的头 现在是23,000、24,000 成交金额不过1000亿、11亿 根本上很难出现一个爆破的场面 我所谓爆破的场面 当然要升破24,656点 不过这样 就算真的升破 我始终认为 都是这一阵中期升浪的尾声 即是在现水平入市 大家保守一点点 真的不要太着弱了 况且4月份 虽然还有个别公司公布业绩 但到5月份 传统来说是五穷六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市没有太多动力 要是市就牛皮整固 要是反复大缘 实际上经3,168点上升 市略有少少消化 是很正常的 十天线是否这么关键 其实不是 只是代表大市一旦跌穿十天线 即是一个逐沉顶形态 暂时告一段落 市亦吹用于略大反复且不明 在那一刻的防守性是否二十天线 应该是在看五十天线才对 因为指数一日在五十天线流上走 意味着整个中期逐步向上找高位 形态不变 只不过升了3,168点 透透气的意思 再说 一月份是先低后高 二月亦是先低后高 到三月份到尾 很大机会都是先低后高 四月份怎样走 就真的有少少不明 所以在一个形态上 暂时不能够这么确定之下 我的心态也是比较保守 好了,我今天讲到这里